飲料 哎呀 那可樂是還行 沒有去拚 那個 首先就是要鄭重向這個 PriestPay的製作單位 呃 大家好 我是簡少年 今天要錄 我們只能認面相學 今天應該還是可以順利過關啦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是什麼 如何從面相看出一個人是貓派 還是狗派 啊 又來了 聽說養狗的人像狗 養貓的人像貓 那狗呢 就是屬於比較熱情 所以我覺得熱情跟大方 它應該是 眉人骨會比較高 毛髮會比較濃密 嘴唇會比較厚的一個style 它就屬於比較熱情嘛 所以叫狗派人士 那貓派人士怎麼樣呢 我覺得這個人啊 應該是性格比較有個性的 比較不太喜歡裡別人 第一個是眼睛很小的人 因為眼睛很小的人比較忍耐 第二個是單眼皮的人 有點悶騷啦 第三個可能是鼻子比較高 性格比較自我嘛 所以這幾個類型 我覺得就是狗派跟貓派的差別 我們接下來就用這些來判斷啦 你其實這個人是蠻熱情的 而且對很多人來說 雖然看起來有點距離 但人應該是很熱情的 唉唷好難喔 狗派的人 對 貓派的人 錯 你也是狗派 是不是你們兩個都是狗派 對 天啊 其實我還是很準 口罩雲拉下來看透透啦 真的 我覺得剛剛的問題應該是因為 他沒有拿下口罩 原因是因為他口罩拿下來之後 看起來還是比較狗派的人 因為顴骨比較飽滿 維恩其實很熱情 其實還是很怕 你妹妹看起來是感覺氣質上很低質 但其實蠻急躁的一個 沒錯 而且很糾結 所以要注意心臟啊 好 我覺得通常 比較急的 我覺得應該都是 狗派 對 你是一個就是很有幹勁的女生 你妹妹看起來戰鬥力超高的 所以執行力很強 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 貓派的女生 我要看答案 對 可惡 我學習一下 所以這樣只會是狗派 所以你是喜歡狗比較多 沒有養貓 這是狗派 對 好嗎 你這裡有一個疤嗎 眉毛沒有長齊吧 因為你這眉毛沒有長好 所以它會影響到 你跟異性的工作夥伴之間的關係 你面相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 對 非常浪漫 我會覺得這個貓狗的角色裡面 我就用臉型來分可能比較容易 臉圓的人比較偏狗派 如果男生就是眼睛很美 我覺得應該要偏貓派 大概是這種感覺 太難了吧 我覺得你的面相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冷靜 但是內心應該很多小情緒 我看你的手 我手下也是想很多的 唉唷 你這個看起來 比較喜歡管人閒事 應該是一個狗的 然後你應該是屬於貓的 或是 兩個人可能是兩者都有養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都看起來很關心 這個社會的人 然後他比較 我看你的手 他沒有想那麼多 他比較OK 你想很多 所以我覺得 你是 兩者都養的偏狗 你是偏貓 真的 討厭動物 熱愛動物 應該算一個對一個錯吧 對 就跟直接猜沒有兩個 我有幾個男朋友 這是什麼問題 你說現在嗎 我要怎麼知道 能講嗎 我跟面相上我覺得他比較累齊 所以應該是狗的 你看這爽爛的笑聲 結果等一下全錯 靠到底在幹嘛 他一開始熱愛動物 好酷喔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常擺 常擺喔 所以你都會帶這個移動嗎 這是 通勤 通勤喔 喔 首先你這個面相 應該是屬於比較急躁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麼優哉滑的滑板 蠻厲害的 你應該是一個 非常急的人 對啊 然後屬於說很喜歡幫助別人的人 然後體力也比較強 但是 就不是很會拍馬屁 所以比較是做事類型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的嘴不夠M 嘴越M的話 就是越能說話 越會拍馬屁 真的喔 然後你的顴骨比較寬 然後你的下巴也很大 就代表你這個很有領導力 你天生就是會站出來 所以主要是這樣 這個還蠻準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猜你和貓還是狗 其實我 你準嗎 我猜貓猜狗不是很準 我覺得你應該是熱愛動物 對 貓 我家裡有養狗 比較喜歡貓 這樣也算我對啊 如果你可以看清你的命運 那很棒 你是說如果我選一個簡單一點的工作 對 你現在一定有選項是 你一看就覺得可以賺到錢 但你就不想 對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這個 所以你年紀大以後才會覺得 人賺錢不要死心 告訴你今天 歸兔賽法 一開始我比較慢 最後我還是會贏 我覺得你的面相應該是屬於 狗派 我要猜你 哇你屬於超級聰明的一個面相耶 真的 對啊 差沒帶 但是是不是常常電錯人啊 你是不是有很多爛桃花 好像有 好像有 介於有和沒有之間 你會常常覺得沒有安全感嗎 好像有一點 我看你的手 想這麼多 一般來說我覺得你應該是 貓派 狗派 貓派 YES 我全隊 好厲害喔 這是我今天第一次全隊 我前面都是錯的 真的喔 我在找玻璃 我覺得這玻璃擦得很乾淨 我應該可以偷偷看到他拿的手牌子 欸我快看到了 就這個角度 看起來最近剛發脾氣了 戴豬斷了 對啊 你最近看起來很怒耶 對啊 你看起來整個額頭都刺色耶 真的假的 因為我沒化妝啊 不是不是 是紅色 你看它 你看它上面比較紅 臉頰沒那麼紅 因為它沒化妝啦 是不是你額頭本來就紅了嗎 而且一堂有個痘髮 泛紅會怎樣 就我們會發脾氣最近很毒 心情很生氣啊 這火氣很大 這火氣很大 要罵人 或是被罵 應該都有 你是不是這個驚奇的狀態不是很好 對 對啊 所以你感覺有時候你會內蜜蜜蜜蜜蜜 會有情緒 但你還好你忍得住 你忍得住 你忍很好耶 你忍 你看看起來就是這個好人這樣 很少有人說的 可是你其實是蠻有原則的一個人 沒錯 所以表面上人很好其實很有原則 對 沒錯 喔 那這樣子常常會有誤解嗎 不會啊 就是覺得說他一想要欺負你 就沒想要你給他兩巴掌這樣 不會啊 你希望他欺負了 哈哈 哈哈 那你原則是因為規範自己嗎 對 我要規範自己 不規範別人 喔 人真的是很好 我想說看答案了 哈哈 喔 我覺得你這麼有個性的一個人 你應該是貓派 好 我猜你 先別講答案 我覺得你也是屬於貓派的 因為你想很多 而且規範自己很多 欸 我是狗派 你是狗派 欸 屁管啊 不是 我待會有客人問我猜他是狗派 狗派 你看起來是一個性格很硬很吃的人 然後呢也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 就是你有很多很多想法會一直輸出 雖然想要掩飾自己的急躁 但內心其實非常急躁的 我覺得你是貓派 好 派了一下是怎樣 好 揭曉答案 你是狗派 天啊 我剛剛發現漏了一個算石 我覺得他是想很多人 可是 他是一個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狗的陪伴感更好 如果等一下看面相是屬於 需要陪伴的 可能就是狗派 我覺得都是狗派 其他是什麼 你是什麼蜥蜴派嗎 沒有特別蜥蜴 但狗跟貓穴大家比較喜歡 好 非常為難 這個為難的程度就像 看我們節目一樣為難 所以記得訂閱我們 天啊 雖然很豐沛 還是要正座的做個節目 其實這一集呢 真的很難 為什麼 因為面相上 我判斷先從你的生理狀態 判斷你的性格 再判斷你是喜歡 什麼樣的事情 之前酒量是生理 然後拆一些消費喜歡 都是性格 從性格推到養貓養狗 真的有點難 但這一集呢 經過這次的錯誤 我其實有理解一些 新的特徵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狗呢 其實就三點 要熱情 所以美股要高 第二點呢 是屬於需要安全感 就耳朵比較小 或是耳朵沒有耳闊這樣的人 第三個就是 眼神水汪汪 需要陪伴 那喜歡貓的呢 也就三點 第一點是特別有個性的 就你看他打扮 或頭髮五顏六色 或是比較特別 比較有個性的 第二次呢 比較多規範的 髮令紋很深啊 這個類型的 第三個呢 就是手紋比較亂 這樣的人呢 也是屬於他想很多 需要乾淨的 也屬於貓派 就這三個類型 所以呢 大家回去之後呢 也可以幫幫少年 一起研究一下你周遭的人 狗派還是貓派 在留言的時候 feedback給我們 不負責面相學 用面相拯救世界 也就靠你啦 希望大家一起幫忙 下次見 掰掰